在一档新播出的真人秀节目里 刘涛和曾顺兮带领六个素人猛娃 负责照顾六个狗狗 本来这是很好玩的事情 但是有一个环节比较有挑战性 那就是要猛娃们自己清理狗的大便 大家都知道狗的大便是很臭的 当第一个小男孩在厅里 用手套上袋子 清理自己的小狗拉的大便的时候 把自己臭的都捂着鼻子了 后期花字写的是臭到无人拍特写 既然大人都受不了 为何要让小孩去清理呢 不仅如此 节目里还有一个环节 让刘涛曾顺兮带着猛娃们 一起去草地上清理大便 由于小孩对气味比较敏感 所以没多久就有个小男孩开始干呕了 但是他没放弃任务 还是把地上的大便捡了起来 然后就干呕得更厉害了 连站在旁边的曾顺兮都被熏得不行了 因为气味太难闻 刘涛就提醒蒙娃们 剪大便的时候要屏住呼吸 但是小孩做不到那么协调的 然后又有个小女孩被熏得开始干呕了 刘涛发现后 立即带她到一边 安慰了半天才缓过来 但是节目组并没有因此 终止清理大便的任务 在下期预告里 有一段画面是大家在吃饭 小狗们也在餐厅里 刘涛突然情绪失控 好像是小狗又拉在屋里了 而节目组又要求萌娃请离 因为刘涛说 不要一直在压迫 每个人看了都会吐 然后刘涛当场怒对节目组 我特别想谴责这件事情 你们想要的太多了 因为做任务的时候 萌娃们已经被熏了要吐了 刘涛也是有亲身感受的 所以当节目组继续要求 萌娃们清理大便 刘涛也忍不住反对这样的要求 而节目组却把这一段 当作看点放在预告片里 好像觉得只是正常的反应 并没有意识到 安排这样的环节 是不是对萌娃们太过分了 那六个来参加节目的萌娃 肯定也是千挑万选出来的好孩子 没想到录节目 却要经历这样的事情 不知家长们看了会做何感想 网友们觉得安排